儿子呀,儿子呀,你啥时候出生呢?爸爸可等着你呢?儿子呀,哎呀,儿子,你长得得多可爱啊。儿子呀,爸爸。 你能不能不老冲我叫儿子呀? 诶?诶?你这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啊?我儿子在你肚子里呢?我不冲你喊儿子,我冲谁喊儿子呀? 还知道你是把我肚子里的孩子叫儿子呢?不知道还以为你是我爹呢? 起啥哄啊?媳妇,你这话说得太刻薄了。怎么的?啊?我前世风长得是磕着点,我怎么得比你爸还好看点吧? 哎呀,妈,你跟我爸比我爸多有风度啊。 哎呀,妈呀,你爸那叫风度啊。 你爸那肚皮那就是谷度。 哈哈哈哈,他不好做的。 你这样,别把邻居都说了,你咳到他也是谷度啊。 爸呀,谷度,就是风度。 那个,世风啊,以后你们两口子说敲敲话的时候,今天别带着我,哦,我累。 爸呀,那个,我得给你告一状。 什么事? 你说,阿尔米利,他不让我冲他肚子喊儿子。 这就是阿尔米利的不对。 你说,我儿子在他肚子里呢?在肚子里的孩子也没个名啊。 你说我喊儿子,他还不高兴。 那你就给他起一个呗。 这成年冲着我喊儿,乖闹心的。 哎,对呀。 反正也得给孩子起名字。 起名啊。 干脆现在就起。 现在就起。 不行,不行。 哎呀,我爸盼这个孙子盼老了时间了。 不行,这名得让我爸来了起。 哎呀,非得你爸来起呀。 再说了,你爸也没有啥文化。 爸,听着没。 每次说的我爸,他就说我爸没文化。 一说的我爸,就说我爸没文化。 就好像他爸做一个文化似的。 他爸还是有点文化的。 对,反正我儿子的名儿逼得他姥爷起,是吧,爸? 那行,那您就废废神。 我家这名不好起。 啊? 首先是这个姓。 我姓咋的?我姓钱呢? 姓钱。 啊? 能让咱们那个孩子一生出来,两只眼睛就钉在钱上吗? 那不能。 是吗? 得让这孩子举目远眺。 对,要有一种遥望徒步挂钱穿的意境。 对对对。 这孩子的名字有了。 叫啥? 叫钱穿子。 钱穿子。 钱穿子。 爸爸! 这不是叫虫子吗? 不行的吗? 不管是不是虫子,这名都不行。 为啥呀? 我爸的小名就叫钱穿子。 谁叫我呢? 我爸还来了。 爸你来了。 哎呀,我爸。 兄弟啊,我们能给你未来的小孙子起名字呢。 在外面都听见了,超着巴虎的。 是是是。 不能给我孙子起名字的钱穿子啊。 我小名就叫钱穿子。 等我孙子以后长大成人,你们喊了一声,钱穿子。 你说是我答应,还是孙子答应?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爸呀,你看这不全家人准备给孩子起名吗? 对。 那个我岳父说了。 说谁也不能起,等他孩子爷爷来了再起。 我就是这么说的。 兄弟啊,你太讲究了。 你看你岳父。 这大孤度。 多有风度。 太有风度。 你这样兄弟。 你比我有文化。 你就把我没出生的孙子起个名,怎么样? 你这么信得过我吗? 当然了。 哎呀,你这么信得过我,那我就起一个啊。 首先这个名特别好起。 这姓就好,是钱。 你看这孩子叫,钱币。 钱币? 就大钢币。 听得挺结实啊。 钱币。 行。 隔数量少了一点。 钱包。 把班装你了吧? 把班装你了。 行了,不行。 钱包格局好像也不太大。 钱贵。 都装你了。 不行。 绝对不行。 不行不行。 干嘛呢? 你离不开那钱字啊。 是不是多俗啊,是吧? 一定要起一个离钱远一点的 我起一个 那你说这孩子叫什么呢 钱袋子 你看 你这就换了个包装 里边装的还是那对干嘛 不是 那个爸呀 那个还是让岳父起个有文化的吧 对 爸你再想想那要是人 那要是 有点文化 前途 好 前程 哎呀 行啊 这太好 不好 不行 怎么的了 我不喜欢两个字的名字 我不喜欢两个字的名字 你这 哎 我想起来了 他叫点石油点的名字 对呀对呀 是吗 你看咱楼上 老刘家那孩子叫刘 刘娟 刘娟 对不对 人家前两天考上大学了 考上北大了 还有隔壁那个李 李娟 对 人家考上清华了 清华读的博士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孩子叫捐比较好 啊 叫 钱捐 啊 啊对 俩字不行啊 啥字 钱捐捐 行 行啊 啊这行啊 行不行 我不反对网数捐点钱 但是我们家也不能扎本啊 不吃饭呐 这交两天呗 不行一天都不行 我告诉你啊 从现在开始 谁在提钱捐捐这三个字 我跟谁激 哎呀 你这起个名还整个激 那叫啥呀 这样这样 啊我们老家的风俗 咱们撞名怎么样 啥就撞名是吧 就是推开门 看见什么就叫什么 好使吗 当然好使了 钱顺风他妈生他的时候 对 我为了给他起这个名 憋得我是团团转的 没有办法 我只能撞名 我推开门往外一看 一股清风就把我怼回来了 我一看他风这个顺呢 于是乎我儿子就叫了钱顺风 自从叫了钱顺风 事业多好干 这得总结点经验呢 是吧 当时你就是推开门就出去了 对 然后一声风把你怼回来了 这是钱顶风 爸呀 那叫枪风都好啊 你不管叫啥风 我儿子 钱顺风往这一站 你看 要形象有 要气质他有 要个头他有 行了儿子 你别配合玩造型了 咱也别抓你怪 那我撞名去了 出去看看 哎呀 哎呀 有了 叫啥 我儿子叫钱光光 你看这啥了 咱也没看着光光的一片 这啥水瓶啊 这都啊 爸 我自个儿出去撞去 你慢点走啊 哎呀 你别管我了 哎呀 逛名死 不行 听我的 绝对行 哎 哎 我可看着了 你看这啥了 我看着一老太太背一把大宝剑 一个老太太背了一把大宝剑 叫啥 有了 叫钱太监 钱太监 你这叫啥饼啊 你说你这孩子也是 出门你看啥不好 非看老太太 那你不是啥呢 啥的呀 谁也看老太太呀 黄姨 愿意看 那是相当的愿意看 说黄姨 大老远我都没认出来是你 哎呀 你说你这孩子 看着我转身就往回跑 咋的呀 我就拿个健身器材 哎呀 你就看我了 哎呀 哎呀 这身段 哎呦 黄姨 这怎么回事 这个大家都在给我这孩子起名呢 然后我爸就出了个主意 说我要出去看着啥就叫啥 这我不就看着你被把保健吗 哦 幸亏不是隔壁老王出去看 你是隔壁老王的女朋友 如果他出去看 看见你 那我孙孙孙孟明就得叫前女友了 别提那旧皇帝了啊 我现在不是她女朋友 对 亲家 我跟你说点事老有意思 他不跟那个老王 俩出一年多吗 前两天俩是在这出席强谈 聊得可惜了 这一聊 他俩是近亲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不是啥 我是他姑 他是我侄儿 哈哈哈 不是 是这回事 真的 你说巧不巧 聊着聊着呢 结果呢 实在情节 哎呀 这太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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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怎么这么激动啊 我不一般的激动啊 我是相当的激动啊 为啥呀 哎呀啊 为啥啊 哎对了 隔壁老王哪去了 是不是 知道这事 他挺抑郁啊 这就是他二人把他接走了 让他上那删着歇 估计一时半会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哎呀 哈哈哈哈 哎哎哎 咋了吗 咋的了老钱呢 我警睿病好像犯来 哎呀哎 哎呀 来来来来 坐着坐着 哎呀不好意思你按啥 你手轻点啊 啥不好意思 啥不好意思 啥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当年是个老母亲 那家伙没日没夜拼命干 最后浪去警睿病了 还是黄医生 天天到生产医院给你按摩 对不对 别过去的事就别急了 没过去 永远都过不去了 我现在经常做梦啊 梦见当年的黄大夫 乌溜溜的眼睛 白白的脸 小小的药片 大针管啊 爸呀 你能不能矜持点啊 你隔壁王叔不在 我矜持啥呀 我就是 你可有机会了 你这搂不住了呢 我不是搂不住 我儿子 当年那么好的机会 被我这脸皮薄的毛病 给错过了 对对对 今天我说什么 不能让这个事再吐鲁皮肉 再说不给你按了 行行行 咱不说了不说了 说点正事 大妹子 这样 你给咱孙子起个名字呗 咱孙子 对不起吗 你的孙子 咋成咱孙子了 行行 就算是我孙子 你帮他给起个名字 我哪会起名啊 不行不行 这活我不能干 你有啥不能干的 说不定 我孙子懂事那天 咱们就成一家人了 他叫我爷 叫你奶 咱们吃饭在一个锅里拐 我叫你生亲爱的 你清清楚了我一下后脑勺 说瞧你的舟仔 舟仔 会给你爱了 黄尹 你赶紧给这孩子起个名吧 要不然这二老啊 他今天都过不去 顺风儿让我真不会起名 你看 我真不会 谁说你不会 这屋里一共无个人 说你是最有王话了 我决定了 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你身上 你今天起什么名字 咱就叫什么名字 那黄医就说了算了 我哪会起名啊 你说 我就觉得我自个这名挺好 娟儿啊 要不你称之叫 钱娟娟 说的嘛 这名可不行啊 起完容易激眼的 不行不行不行 那个我爸嫌这个名不好听 好听 我活着那次从来没听过 这么好听的名字 女儿子挣着点钱 可都捐出去了 捐出什么不对的 有什么不好的 好生活 离不开钱 但是它不是重要的 我们现在日子过好了 把桌鱼的权 捐给那些需要绑住的人 不挺好吗 那我刚才起这个名 你咋说不行呢 你脑子太大呀 那个爸 岳父 哎呀岳父 爸 哎呀俩爸 给孩子起名字 就是孩子的一个称呼 啊 这也代表着 二老对下一代的 殷切期望 还有就是咱们 优良加封的一个传承 你看 现在二美丽不还怀着呢吗 没生呢吗 男孩女孩还不知道呢 我提个建议 等生了以后再起呗 你二老再好好研究 好好好 我还是管就好 你们是不是都没吃饭呢 没有 我请你们下馆子去 咱吃饱了喝足了 再研究你孙子的名 好 哎呀 黄姨啊 我宝剑 拿着 你们就去就好 我得给你提个醒 就是你吃这顿饭之前吗 你最好先上老家去查查家谷 为什么 万一你跟那黄姨再是进行呢 咱们 咱们